空军近日在西北大漠展开了一场由多支地面防空兵部队参与的 持兵实弹比武竞赛 争夺地空导弹兵最高荣誉金盾牌奖 在这次比武中装备老旧的空军地导某团最终夺冠 那么他们的制胜密码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华北某地一场实战化模拟演练正在紧张进行 刚刚从戈壁演兵场再与归来的空军地导某营官兵 征程卫习就针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法创新 其实我们装备老旧兵器性能并不占优势 这得比我很多人也不看我们 但是我们能够紧急实战 然后进行一些新的战法的创新 也是我们全体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邱连龙看来 能够夺得空军部队首个金盾牌 得益于在平时训练中的战法创新 对此雷达技师贾泽强体会更为深刻 在夺金过程中就是他快速捕捉目标 致视导弹营成功将低空目标击落 因为低空目标 我们当时遇见这个难题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一直在琢磨 不停地练 然后不停地实验 我就发现 手中截获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个性能差距是随在的 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用我们自己的研究 用我们自己这个过硬的技术 去弥补这一点 去年以来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团 紧盯实战需求 把基地化训练模式引入日常训练 组建倒条 考核等专业化队伍 细化战备拉动 突防突击等十多个考核项目 一百多个考核点 在驻地常态化 开展全员全装演训 在前不久的一次动态抗击演练中 行军路上紧急抗击 射服地域 排除装备故障 等情况一个接着一个 12小时内 连续出现了11次特勤 官兵只有拼尽全力 紧张应对 核心就是实战化 对这个实战化 我感受最深的 就是全程未知 特勤不断 每一项这样的操作 都在近乎苛刻的 评判标准下 通过这种贴近实战的 训练考核 把我们许多 不符合实战的毛病 都暴露出来了 这就逼着我们 在日战训练当中 无限靠近实战 贴近实战 面对部队转型发展 这个地道团围绕空袭 与反空袭中 如何打 怎么防 开展战法研讨 和兵棋推演 自设演练训练难题 主动模拟与强敌过招 先后组织了 十多次动态抗击训练 从我们团营指挥员 到每一个指战员 从指挥体制 到主续模式 从训练管理 到战斗力生成 都要跟上 就是我们当前 改革的这个步伐 以新的理念 思维标准 去找准 咱们战斗力转型的 争端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